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眼镜男 号称行责的ATM机 他出国旅游包机 住酒店包厂 赤字六亿建豪宅 每天挥霍40万 仅一条皮带就要花22万 重点是他的这些费用全都拿回银行保销 这样大胆贪官我还是头一回线 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就敛财103亿 可以说是小官大探的天花板 那么他为何能够如此明目张胆 最终又是怎样落马的呢 他就是海参贪官蔡国华 为什么会有这个绰号呢 咱们后面再讲 蔡国华出生于1965年 山东杨信仁 起初他只是一个医院的普通职工 由于表现出色会来事 被领导推荐到了当地的共青团 19岁就当上了办公室副主任 虽然那时的蔡国华手里并没有什么实权 但在他看来有了这个心跳板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未来的仕途肯定会一路高升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18年底 他转来转去 始终没有摘掉共青团这个标签 就在他打算任命的时候 转期出现了 2003年12月 蔡国华被任命为 张化县委副书记 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人脉和经验 他在官场上如鱼得水 渐渐地被利益萌新 从2006年起 他就开始以权谋私 为人开后门捞油水 时不时地也会给领导送礼 搞这种权钱交易 坐上了高升的顺风车 一步步走到烟台副市场 市委常委的位置上 随着手中的权力增大 蔡国华内心的贪欲 也逐渐膨胀起来 2013年 当他被调到横峰银行当董事长后 就彻底失去了原则 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以后的腐败铺路 他利用职位之便 暗箱操作 和几名高官私分了银行三亿元 之后又以股权激励为名 让其他下入也得到点好处 以此来堵住员工们的嘴 确保大家都和他在一条船上以后 他就开始不停地挪用公款 把银行当成自家的钱袋子 此外还在银行做起了非法贷款 当时一个商人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了蔡国华 希望他能帮忙开个绿灯 解决一下资金困难的问题 按理说没有抵押物 正常情况下不能贷款 但蔡国华直接跳过审批流程 在贷款合同上签了字 结果也很明显 他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回扣 他是山东最高调男贪官 任职三年免财一百多亿 用公款雇保镖 把银行当私人小辛苦 每天挥霍四十万都不眨眼 他就是横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 那么他的生活到底有多么奢靡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将公款揣进自己的口袋 蔡国华特意注资了一家批包公司 侵吞银行共有贷款四十八亿 一部分用来炒股或者做期货 剩下一部分则用来回货 在横峰银行任职的三年里 蔡国华光是个人花销 就支出了三亿多元 他经常用公款包机去国外消费 到地方后直接全店清厂 享受专属服务 给女儿买四万块的大衣 就像买大白菜一样 而他在诗上面也十分讲究 每天有一个特定的诗谱 那就是空运回来的高级海参 就连到外面出差 他也要让秘书带上锤具 以保证能够餐餐不辣 吃得放心 或许是因为从小家境不好 蔡国华一直对黄金情有独钟 他曾经花了二十多万 请人量身定制了一条黄金腰带 他非常喜欢这条腰带 认为这是地位的象征 除此之外 他还给自己搞了不少房产 其中一套豪宅 甚至高达六亿港币 而他不但会自己享受 还会让家人前妻也跟着张光 比如每月都会花五十多万 顾保镖康家护院 为前妻赤资八百万买红木家具 重点是这些钱全都走公账 哪怕买双袜子 也要银行为他买单 财务看着报交单头都要炸了 但蔡国华一手遮天 工作人员也没有办法 只能乖乖听话把账抹平 而他除了敛财享受以外 还大肆选妃 先后包养了五十多位情妇 不仅有员工人妻 还有求他办事的女商人 他们分一三五二四六特别慈后 弥烂的生活简直令人咋舌 由于他情势过于高调 惹带着许多同行的不满 2016年蔡国华斯芬银行巨额公款的事情 被媒体两次曝光 不过当他本人得知此事后 立刻花了一千万让人撤稿 他原本以为自己出手机时 可以继续逍遥法外 但就在他沾沾自己时 继位却找上了门 他原是横丰银行董事长 任职三年免财103亿 把银行当小金库 每日挥霍40万 出国旅游包机 买奢侈品包场 甚至赤子5只多万固保镖 都是用的公款 那么他最后是如何落网的 咱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早在蔡国华担任董事长之前 汇丰银行的前任行长 就已经因为违规操作 怕了死刑 可这些显然没有引起他的重置 反而让他有机可乘 由于横丰银行情况特殊 归属地方管理 当地的干部不太懂金融 所以并没有起到监督作用 而蔡国华就职银行之前 曾使副市长 对于监管问题十分清楚 最重要的一点是 银行没有行长这个职位 董事长手中的权力巨大 所以能够为所欲为 只是他的一系列操作 也把很多人都拉下了水 其中就包括前妻和女儿 他们一家差一点就到监狱团圆了 不过他从没想到 自己会这么快暴露 被带走调查的那一天 也还是一头雾水 直到办案人员提到前任董事 鸾永泰 他才意识到 自己是被利益伙伴出卖 但鸾永泰可不是出于好心 他在职期间 曾贪污了几千万的汇款 也是个屁股不干净的人 而他能够实名举报 完全是因为分赃不均导致的 当初蔡国华找各种借口 内部大裁员 把空虚的位置 安排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填补 在一番运转之下 横峰银行彻底成为他的私人财产 这样的情况让鸾永泰有一些眼红 于是一喜之下 就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态 曝光了蔡国华的劣迹 在铁一样的证据面前 再硬的嘴也会吐露真相 蔡国华落马后 办案人员又顺藤摸瓜 揪出了六千多名贪污违法人员 其中近六百多人投案自首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 这个庞大的洗钱团伙背后 正是蔡国华一手操控 2020年6月9日 法院在掌控了大量证据以后 对蔡国华案进行了审判 最终以贪污罪 挪用公款罪等多项罪名 判决他此行并缓息两年执行 但蔡国华不服判决结果提起了上诉 次年法院复查后认为 证据确凿毫无争议 因此二审判决仍维持原判 或许是太渴望改变命运 蔡国华最终因为过于急迫走向了歧途 愿大家都能以此为戒 在追梦的道路上始终不忘初心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